好多好多小猴子 就在城中村里面 也许有三只 也许有三只 这里两只 后面还有一只 店里面全都是这些打卡的一些照片 说明他们来过这里 好多都是亚洲面孔 我的钱全部都花完了 今天带了40多块钱出来 吃了一个饭之后就花完了 还剩下50卤比 就是人民币的5块钱 在这里的话只能买一瓶饮料 看一下 最便宜的 就是50块钱一大杯 这个应该是类似奶油的东西 食原材料之一 作为一家网红店的话 这里的卫生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要脱了鞋子才可以进店 这个老板呢 现在又把上面那层最好的奶油分开来 上面那层最好的奶油分开来 最好都挑出来之后呢 就把这些普通的放到容器里面 哇 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里面的话看不到一点水质 清理得非常好 这应该是我来过 来印度之后最干净的一家店了 这应该是糖 哇差不多了吧 这边人口味比较重 下了好几勺 好 这应该是类似明蒙水一样的东西 哦 他刚刚用左手 用来擦那个 没有倒完的东西 就是在那里边缘里面 直接用左手擦过去 这个应该就是做好了 奶昔 鸡 那里边有超级 我口味想要左边那个 虽然比较少 哇 那个是最白色的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的是哪一个 我挑到了右边这个 这个是我的 这个名字叫做拉西 这个还真的是拉西 然后我这样子 它就要是拉西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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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